好 不管是剛剛看到的 年輕服裝設計師 還是之前看到的前前後後 或者是左左右右 都是年紀小小的 年紀很輕 就開始闖蕩事業 趕快請教一下 我們的新星教授安格斯了 先跟你說聲早 謝謝你早安 對 哪些星座的朋友 先來看好 今天運勢最佳的星座 事業運先來看好了 好 事業運我們來看今天 其實大家在出門前 最關心的莫過一間運氣好不好 反正是前後左右 總之那我們告訴大家 今天事業第一的 當然莫過於天秤座 天秤座其實在上個月來說 他的感情陷入有點混沌的情況 所以既然感情得不到滿足的話 當然這工作事業 一定都非常的重要 對 沒有良好也要有一好 是 我們來講說天秤座 週一其實今天是他們的幸運日 所以為什麼再要掌握 他們的異性緣 在你的工作上 特別是在異性同事 異性客戶 今天可以帶給你一些好運 所以天秤座盡量把你今天 多放在他們的身上 放在異性的身上 異性的身上非常重要 那今天財運最好的星座呢 財運最好的星座 今天是牡羊座 恭喜 是嗎 開心喔 我們老師在說牡羊座 這感情一攤死水對不對 又來了 要講時間 感情一攤死水的時候 其他就一定有收穫 很巧今天的天秤座 剛剛講到天秤座 跟現在的牡羊座 幸運色是什麼 什麼 就非常重要了 來 我跟你講 是我今天的顏色嗎 我們今天報導那個氣象說 天氣又變涼了 所以這個倩嶺就 穿一下好了 今天我貼一點 好 幫你貼一下這個 灰色 帥哥幫我加衣服 可以稍微暖一點好 有一種暖 對...有一種暖上心頭的感覺 是... 所以雖然比較 最近比較少幫女生穿衣服 穿得有點歪 總之牡羊座 是財運第一的這個星座 幸運色系是灰色 所以你在你身上 像倩嶺身上一樣 現在穿著灰色了 可以增加運勢 投資是大好時機 所以週一的時候 很多人要去開市 公司買股票還是什麼的 是大膽出手的好時機 好 今天9點一到 馬上新聞安完 就來看股市 今天感情No.1的星座 No.1的感情星座是 雙魚座 雙魚座今天告白約會運 特別的好 所以主要在於 雙魚座很容易遲疑 跟想東想其中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 是雙魚告白約會運 加誤遲疑 你一定要堅守這個 就是想到就講 然後有空就約 這樣就能增加你的感情運勢 以上是今天三個運勢 最好的星座 好 謝謝 待會兒8點再來告訴我們 其他還有哪幾個星座 上今天的幸運榜 好 多謝你給我帶來 財運的這個灰色的洋裝 好 星星教授又要出現了 我們剛剛看到開店 當然要動腦袋 要有很多的創意 只是不要搞到人家 來給你翻臉 但是今天來看到 請教一下星星教授 是 哪一些星座的人 今天工作運 創業是最好的時機 好 當然我們最希望莫過於 你工作的時候 提出一些東西 很容易被長官們 還是能支援你的人聽到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首先講到 今天創意最容易被接受的 第三名是射手座 射手座就是我的星座 就是你 就是我的星座 講到這個 因為射手座今天 其實要大膽去嘗試 一些不可能的任務 比如說你在腦海中 跑了一遍覺得 我講這個一定不會被接受 我講這個一定不會實現 但你就要大膽去試試看 那特別我們常常講到 幸運色 像我們在第一階段借領 有穿了一個灰色的外套 那我射手座是米色 我這個時候 佛地摩 佛地摩的魔杖出現了 你跑去哈利波特 不是 因為之前去大阪玩了一下 不過你身上這個也滿米色的 是 滿米色系的 所以讓這種顏色 幸運色在你身上出現的時候 它當然會帶來好運 特別是今天射手 竟然是工作運 那當然就要在手上 因為手是我們做事的東西 好 手這樣非常適合的 我的米色高跟鞋 也可以借你穿一下 真的 全身其端 滿適合給我穿的 好 來 第二 第二名的創意最好 最容易被接受的工作運 是哪個星座 好 接下來 本來就頭腦很好的是水瓶座 它是第二名 本來頭腦就很好的水瓶座 常常有靈光一線的 這種情況出現 那靈光一線常常一閃而逝 就過了 所以你要特別記得 拿個筆把它記下來 你今天的想法是什麼 非常適合在靈光一線的時候 用筆記下來 然後依照步驟 有這個邏輯一點的 去提出你的創意 就很容易被接受 然後把它去完成 對 其實講到那個靈光一線 你常常會真的 每個人都有那個經驗 靈光一閃過去的時候 你那時候沒有記下來 你覺得等一下我再去想 等一下再去記 就沒了 幾分鐘就忘了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把它記下來 好 今天的第一名 是哪個星座 第一名是金牛座 它的提案運是非常過人的 在今天這個12星座之中 提案運最好的莫過於金牛座 主要是在於 因為今天金牛座 成交定案的機率特別的大 所以既然提案運過了 那你金牛座 今天就要好好去寫一些企劃案 然後在腦中構思 怎麼樣提出 可以去執行它 這一週你一定可以完成出 一些成績的 所以可能是創意人員 可能是譬如說廣告公司文案 或者是房地產的商人什麼的 他們都有可能要提案 很多的行業都需要 是 所以今天特別記得 在這個禮拜一 一開始雖然是Blue Monday 不過這三個星座的朋友 記得因為今天你特別容易 被人家接受 所以當然既然容易被接受 你就要提出一點東西出來 好 一天的開始 我們趕快放這個射手座 趕快看看今天有什麼樣的提案 祝你好運 祝大家好運 謝謝 祝大家好運